凡事欲择利,不欲择废 谈判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 谈判是一门求双赢的艺术 纸上谈兵不是真本事 运筹帷幄才算真英雄 有血有肉的谈判课 有玄机的谈判桌 我是刘碧荣 我带您决胜千名 大家好,我是刘碧荣 欢迎您再次收看和风谈判课程 今天我们订到第18讲 谈判战术锦囊的《用小让步》去试探 为什么谈这个呢 因为我们上个锦囊 我们告诉他说 教大家说我们怎么样 让对方我们同意 一起把蛋糕给做大 对不对 我们看看说 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努力 可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前提 就是他到底要什么 他到底要什么 对不对 到底要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我跟他讲 我们可以把这个蛋糕给做大 其实人家要的不是这个东西 当然不是说不要这东西 你就没机会成功 还是有机会成功的 他本来要的是A 结果你给他B 你在B上面讲得很漂亮 很漂亮 你很漂亮的图像画出来 结果最后他心动了 他说好吧好吧 我就不要A 我拿这个B好了 有可能成功 有的 可是你花的力气会比较多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问题就是 那有没有别的方法 就是我是不是能事先知道一下 他到底要什么东西 然后怎么顺着他的东西里面 然后我们去给他 去引导他 然后画个大饼给他 叫他跟我合作 对不对 要他跟我合作 什么前提就是 我是不是先知道 他要什么东西 他要什么东西 在谈判的时候 你当然可以问 可是问题是 你问的话 他讲的话 你相不相信呢 对不对 你可能不相信 他可能骗你 所以我们都是试探 试探 谈判桌上 常常 不管是你去要求 你要给 你都是试探 我们以前讲的出牌的时候 就讲 丢一张牌出来 先出牌 或者先开架 看看对方要什么 然后根据这样的调整 我的期待 修正我的要求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叫做投石问路 可是投石问路 严格来讲 它是有两种 一种就是提出我的要求 看他挡不挡 另外一种是 先让一步 看他要不要 投石问路 任何谈判 我们都希望知道说 他到底要什么 所以你要投石 对不对 投石才能够问路 不然常常有人问我 说老师 我怎么知道 他要什么东西 那么知道他要 那我当然不知道 他要什么东西了 不要什么东西 于是那我怎么办呢 怎么办 第一个方式 当然你就是事先的收集 你对市场的掌握 对不对 你有没有事先的收集 你要想到他要什么东西 他卖东西 他这个整个他的市场 他的产业 现在是逐渐上升呢 还是逐渐下降呢 对不对 他对市场的掌握 到底 我对市场的掌握 到底到什么地步呢 我能了解 今天是买一方市场 还是卖一方市场吗 对不对 然后我在想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可能要些什么东西呢 对不对 我得先掌握这个嘛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这样的 贴着他 掌握他态度的改变 贴着他 贴着他 他这也非常非常重要 什么叫贴着他 你要常常就发问贴着他 比如说他今天讲出什么东西 你忽然发现 他态度改变了 我们在谈判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一个重点就是 你要抓到改变的刹那 可能是权力改变 权力又消长 因为市场的供需 造成权力的消长 这个可能看得见 第二个呢 对方可能人改变 换个人 就可能换谈判的策略 对不对 那这个呢 比如鹰派下来了 这个温和派上来 鸽派上来了 那鸽派上来 这政策可能改变 对不对 所以这是看得见的 看得见的 可是有的时候呢 他看不见的改变 什么呢 态度 态度看不见 态度看不见 怎么办呢 贴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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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态度改变的刹那 他昨天要 今天可能不要 昨天不要 今天可能要 你怎么知道 你不知道 贴着他 对不对 然后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第三个 你怎么知道 他要什么呢 投手问路 我丢出来 丢出来 那纪别我们讲 我丢出来 本来我在谈判的时候呢 我丢出来 我提出要求 看他挡不挡我 对不对 我可能价格推推看 付款方式推推看 规格推推看 我看他挡不挡我 他一挡我 他这么强硬的挡 那他很在乎是这个 他如果不挡 那这是软的 我就推进去了 懂吗 就是我推的时候 提出要求 他就是投手问路 那还有一种投手问路呢 就不是推 是给 我怎么知道 人家今天他在乎的是价格 是规格 还是交货 我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吗 给他个东西 你想要吗 你今天上桌跟他讲说 王先生 今天荣幸跟贵公司去谈 为了表示诚意呢 是不是 我们老板特别交代 这东西本来一向都不打折的 都是一万块 那我表示诚意呢 老板特别指示我 放5%给你 打个95折 我放个5%给你 我看你要不要 你说 真的 谢谢 那表示 那个对方的人 他真的很在乎钱 如果他说 5%算什么呢 交货准时比较重要 那表示 他在乎的是交货 对不对 所以你要给他 你看他的反应 你才晓得 他要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在谈判的时候 最常问的同学 常常最常问的问题就是 那我怎么知道 他要什么东西 我说你在家里看 你只能看到一半 你上网就看 你上网就找这些数字 找这些市场的行情 你想他大概需要什么东西 他公司才能活命 对不对 那你只是做到这一部分了 你还有两功夫没有做 你贴着他 可是贴着他 你只是看 看还不够 你要问 提出东西 要不然提出东西 要不然就给他东西 然后我知道他要什么 他要什么以后 我才能对症下药 在他要的东西上面 我才能往下推 我才能往下走 对吧 往下走 然后你才可以说 我们你既然在乎这个 我也有点办法 我们一起把蛋糕给做大 你就把我今天讲的 跟上一讲的整个连在一起 这样这个蛋糕做大端出来 人家才会觉得香吗 他才会要吗 不然你在家里做个蛋糕 其实我想吃鸡腿 你蛋糕做的再大 我跟不想吃 那有什么用 对不对 看他要什么 我们再把什么东西断出来 所以这个 用小让步去投尸问路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基本功 你一定要好好练习一下 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一场有谋略的脱口秀 这是一张有玄机的谈判桌 我是刘碧荣 我们下期再见 自然之外的词 我不认为了 看他没有一样 对不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